这一节我们来讲什么是财政 那财就是指财货 有价物也就是可以用于满足人们需求的资源商品和服务 随着货币经济的出现 财更多的是指货币资金 因为它可以购买有价物 政呢 它是指公共团体的事物 孙中山说众人之四为政 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 其实并不神圣和神秘 它就是公共事物的治理 财政作为一个中文词汇 是近代社会才出现的 它与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当中的众多词汇一样 比如物理 化学 法律 经济 市场 资本 都是从日本引进来的外来词 日本在民主维新前后 大量的学习翻译西方的科学著作 财政就是日本人利用中文财和政这两个字的含义 组合成一个词汇 用来翻译英文的public finance 在乌习变化前后 日本的财政就被引入中国 财政从字面上去理解 就是公共部门钱财方面的事物 它是公共部门的资金收支和管理 是公共财务 它与家庭和企业的私人部门的这样一种财务相对应 在中文的习惯当中 政府的财务称财政 企业和家庭的财务就称为财务 因此要理解财政 需要把握政府和财务这两个关键词 我们先看政府 社会经济组织 按照它所有制的性质的不同 可以分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这两大类 公共部门呢 就是依赖公共资源 开展经济社会活动的组织 包括政府以及公有的企业和事业当位 私人部门呢 它是指依赖私人占有的资源 开展经济社会活动的企业和家庭 显然两者的区别在于 财产所有制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公共部门是财产公有制的组织 私人部门呢 它是财产私有制的组织 那政府是公共部门当中最重要的机构 广义的政府 泛指所有行使公权力的组织 包括立法 司法和行政部门 那么狭义的政府呢 它单指行政部门 在财政理论当中 一般 如果我们没有特别的说明 政府一般就是指广义的政府 它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是等意来使用的 英文当中 与国家相对应的单词中 有三个 State 它就是指政权 Country 它是指疆域 Nation 是指人民 所以 我们可以把国家理解为 特定疆域上的人民 组成的政权组织 财政理论当中的 政府 说的就是这样的组织 现在我们再来看财务 财务 它是经济主体资金的运动 以及 它所体现的经济关系 经济主体 有家庭 企业 社团 和政府 他们要开展经济社会活动 就会有资金收支 这 就是资金运动 无论资金的收入 还是支出 实际上 都体现在一个主体 和其他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 比如 家庭向企业购买消费品 在资金运动上表现为 家庭的支出 和企业的收入 而这种经济关系 体现的是家庭和企业之间 自愿的 有厂的买卖关系 又比如 企业向政府拉税 在资金运动上 表现为企业的支出 和政府的收入 而这种经济关系 则体现的是企业与政府之间 强制的 无偿的 征纳关系 再比如 个人向慈善组织捐款 在资金运动上 表现为个人的支出 和慈善团体的收入 而这种经济关系 它则体现的是 个人和慈善组织之间 自愿的 无偿的 捐纳关系 国家或政府 为了向公众提供服务 需要耗费资源 这就是财政支出 那为了满足支出的需要 必须筹集资金 这就是财政收入 国家为了能够持续经营 必须加强 对财政收支的管理 实现财政收支的平衡 这就是财政的管理 和财政的平衡 因此财政 就是国家 为了实现其智能的需要 利用公权力 开展经济活动 所产生的资金运动 以及 它所体现的经济关系 要理解 这样一个财政的概念 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 财政的主体是国家 虽然从字面上理解 财政是公共部门的财务 但是公共部门 它是以政府或者国家为核心 除了政府以外 公共部门还有公营的企业和事业单位 这些公营组织 它背靠的都是政府 政府 是他们的股东 与政府的区别在于 他们不行死公权力 作为公共部门 公营组织的财务 当然也应该接受公众的监督 但是只有政府对其资金的支出 和从他那收起的资金收入 才应该纳入财政资金的范围 所以 确切地说 财政是政府的财务 第二 财政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的职能 任何社会组织都有它特定的功能 国家也不例外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 国家是私有职的财务 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去看 我们之所以需要国家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用它来保护和促进人类的自由 现代社会 国家基本的职能 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 政治职能 是要维护社会的秩序 避免人类退回到 互不思丛林 经济职能 是要保持经济稳定 促进经济发展 社会职能 是要促使 社会公平和个人的发展 虽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国家的职能 的范围 有所不同 但作为国家财务的财政 始终 都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经济基础 和重要的支柱 第三 财政依据的是公权力 为了实现国家的职能 政府 它会依托公共权力 来开展经济活动 从而形成相应的财政收支 国家的这种公权力 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来源 一种是暴力 一种是契约 今天我们来看 这两种国家里 都不过是 对人类社会历史上 两种国家权力来源的 客观描述 不管国家权力来源 有什么不同 作为国家财务的财政 离开了公权力 这样一个依托 就没有办法来持续经营 所以 国家是财政的政治前提 而财政 它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国家的经济基础 第四 财政的本质 它是公众之间 以国家为媒介的分配关系 表面上看 财政资金运动 体现的是国家和其他经济组织 之间的经济的关系 但是本质上 包括国家在内的 各类社会组织 比方说家庭 企业 社团 它不过是个人之间 相互交往的一个平台 是人类交往的媒介 所以 财政资金 本质上 体现的是 社会不同群体 不同个人之间 它的一种物质利益关系 是不同的群体和个体之间 利益的分配关系 比如 税收 作为一种财政收入 它表面上体现的是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真大关系 但实际上 它是不同的团体和个人 分摊公共付物成本的一个份额 在这里 国家不过是一个障眼的媒介 只不过 国家权利的来源不同 税收 所体现的人际分配关系的性质 也就不同 从这种意义上讲 财政资金运动 它所体现的人际分配关系 谁分摊成本 谁享受收益 这些 它的性质 都是起着国家权利的来源 了解了财政的概念 现在我们再来看财政的特征 财政的特征 就是指财政经济活动 跟其他经济活动在形式上的差异 财政经济活动和其他经济活动 最根本的区别 是行为主体的不同 财政 它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共的经济行为 而其他经济活动 它是私人部门的经济行为 从现实经济去观察 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区别 主要表现为 经济主体之间所体现的经济关系不一样 或者说 联系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资源配置机制不同 我们来看这个表 在这个表当中 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联系 形式上的差异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自愿还是强制 第二个是有偿还是无偿 根据这两个不同 基本的排列组合有四种 第一 私人部门开展经济活动 一般是自愿和有偿 首先 私人部门他没有公共权利 他和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 只能建立在对方自愿的基础之上 其次 私人部门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他为了自身的可持续经营 也必须以有偿的方式出让自己的要素 商品和服务 自愿加有偿 这就是典型的市场机制 第二 公共部门 特别是政府开展经济活动 他一般是强制与无偿 政府向公众提供商品和服务 有许多是不便收费的 但政府提供这些商品和服务 他需要耗费成本 为了保证政府财务上的平衡 实现可持续经营 政府需要向其他经济组织 无偿的征收收入 但正因为无偿 所以需要强制 这也是为什么 公众要让渡自己的部分自由 受予政府以公权力的一种原因 强制江湖场 就是典型的非市场机制 美国经济与社会学家奥尔森 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当中 把这个行为机制 比喻为作扣 作扣是相对于流扣而言的 作扣它是有合法的暴力 而流扣它是非法的暴力 第三 经济主体自愿无偿的捐献 这是一种不同于市场经济 和作扣机制的慈善机制 亚当斯密在《道德勤超能》当中说 人是有同情心的 市场机制和作扣机制 并不能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所有问题 总有少数社会成员 因为要素禀赋的特殊不利地位 在市场竞争当中 难以维持其基本的生成和发展的条件 而民主政治下 政府它只能按照公共选择机制 去解决多数人关注的社会公平问题 于是 一些慈善性的社会团体应运而生 他们接受家庭企业的捐款 按捐款人的意愿 去接近那些需要关爱的特定的弱势群体 第四 政府强制油厂的交易 经济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 面对未来不确定性问题 也就是风险 解决风险常用的办法 就是购买商业保险 利用大数法则 便不确定性为确定性 比方说 我们去投硬币 正反两面的概率各占一半 但是如果你只投的次数很少 那么他可能就不确定 正是利用这样一个大数法则 那保险它就可以建立起来 那商业保险呢 它是一种市场机制 它建立在参保人自愿的基础之上 现代社会 政府为了能够确保全体社会成员 能够应对这些风险 实施了一种强制的社会成员参与的 以养老医疗为核心的社会保险制度 这种社会保险 它利用的就是商业保险的有场机制 但也以政府公权力的强制为基础 从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政府的财政经济活动 不同于其他经济活动之处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主体性 第二强制性 第三无偿性 那这就是财政的特征 那到这里为止 什么是财政 我们就接受完了 这一节我们来讲什么是财政学 要了解什么是财政学 就要知道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任何科学理论 说到底就是要研究不同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 或者说是规律性 人们了解掌握这种规律性 才有可能来指导实践 不同的学科之间 最基本的区别就是研究对象的不同 那么财政学就是研究政府经济活动的规律性 表面上看 财政它是政府的收支 但是收支的背后 它是政府的经济行为 所以研究政府收支的规律性 就是在研究政府经济活动的规律性 所以现代财政学 有的时候也被叫做公共部门经济学 公共经济学和政府经济学 那么具体来说 财政学它需要研究的问题 包括三类 一就是政府行为有什么样的经济影响 比如政府征税 对家庭企业的收支 以及消费 储蓄 投资 这样一些微观经济行为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宏观经济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又比如政府投资基础设施 对微观经济的主体的行为 和宏观经济又会产生哪些影响 这一类的影响 经常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分析 第一 资源配置效益 也就是说 从效率和稳定的这个角度去看 它怎么样来改变资源配置的效率 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的规模和机构 第二个角度 是收入分配效益 也就是 从社会福利分配公平的角度来看 它是怎样的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 或者说 政府的行为 让谁受益 让谁受损 第二一类问题 就是政府该干什么 或者说 我们需要 需要政府开展哪些经济活动 两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历史 其实它的一个主线 就是讨论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分工 哪些事应该交给市场 哪些事应该交给政府 近代社会以来 人类意识形态一直有左右之分 具体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上 左就是相对强调政府的作用 而右呢 相对强调市场的作用 中共18届三中全会 一改原来 提出的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这样一个提法 提出了 提出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这一词之别 说明在市场化改革方向上 我们比以往更加大胆 坚决 那么财政学要研究的第三类问题 就是政府该怎么干 同样的政府职能 可以有不同的实现方式 比如 义务教育法规定 政府有义务让失联儿童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 那么政府履行这义务 可以有多种方式 一 是政府办学 让失联儿童来免费入学 第二 它可以让社会来办学 政府在义务教育标准内 来实施全额的补助 比方说 给他发教育券 超出标准以上的这种教育服 让家长自费 第三种办法 是政府与社会合作办学 政府前额或者部分投资 由社会来管理 比方说 由投资方和民间资金 组织的这样一些董事会 管委会 第四 政府也可以用 上面我们刚才讲的三种方式 为基础 来做出其他的一种排列组合 所以 究竟采用哪种方式 这是 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我们知道 经济学的 基本研究方法 可以分为两类 规范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 所谓规范的方法 它就是指 根据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 对经济行为或者政策的手段 后果 来加以优劣好坏的判断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 就是规范方法 那它要回答的问题是 应该是什么 那所谓实证方法呢 它是指 超越一切价值判断 在做出与经济行为有关的 假定前提后 研究经济行为运行的规律 并且为分析和预测经济行为的后果 来提供支持 那么实证方法 它力求回答是什么 为什么 这样的问题 实证方法 它又包括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 静态分析方法与动态分析方法 定性分析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 很明显 那么财政学研究我们刚才提到的三内问题 从方法上看 它分别属于规范和实证两类 政府行为有什么样的经济影响 这是实证性的问题 政府该干什么 政府该怎么干 这是规范性问题 为政府行为决策来做出指导 同时离不开这两种方法 没有规范分析 就没有努力的目标方向 而没有实证分析 就不知道这种努力会不会达到目标 以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为例 为什么200多年来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议 始终没有停过 我们用数学语言来理解 经济学理论可以说就是在约束条件下去求目标函数的极值 导致这个最有解求极值的数目有分歧 主要是源于三个不同 一是目标值不同 或者说价值观不同 你认为要追求公平 我想追求效率 或者你想要结果公平 而我强调构成公平 再或者你认为应该按能力分派 税赋是公平 而我认为 按照每个人从政府那儿受益的多少来分配税赋是公平 第二个不同 是约束条件不同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以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社会面临不同的约束 我们往往把这个称之为国情 造成分歧的第三个原始 所用的理论模型不同 或者说是函束当中的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同 毕竟人们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总会有局限 从而导致时政节能会有差异 或者是不同的观察者的认识能力不同 或者是观察角度不同 比如包容墨相 或者是观察对象不同 此相非彼相 价值观的不同 也可以说是规范或者能力的不同 行为标准的不同 这种分歧相对难以弥合 所以有些人认为 经济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约束条件的不同和理论模型的不同 属于实证方法上的不同 由于有客观的评价标准 理论是可以被念证的 那人们之间的分歧相对就容易弥合 也正是在实证的意义上 我们说经济学是科学 所以有些学者甚至认为 经济学只应该去解释 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 那么经济学 研究人的资源配置行为的规律 在经济学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 有研究微观主体经济行为规律的 微观经济学 也有研究总体经济运行规律的 宏观经济学 还有研究特定部门经济运行规律的 中观经济学或者部门经济学 我们的财政学研究的 就是政府经济活动的规律性 它当然就属于部门经济学当中的一种 因此经济学 是财政学的理论基础 但是由于财政学研究的是 政府的经济行为 因此财政学 它与政治学 管理学 法学 社会学 能力学 心理学 这样一些学科 都有一定程度的交叉 比如 公共选择理论 是现代财政理论的三大基石之一 但是公共选择理论 实际上 它是经济学家 用经济学的方法 去研究 传统的政治学的问题 发展出来的一套理论 又比如 财政是政府的财务 但财务会计 它是属于管理学 政府收支 同样面临收支的预算管理问题 这就需要借鉴管理学的 诸多的概念和方法 所以 任何学科的划分 只是相对的 学科之间的交叉 融合 这才是大基石 那现在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财政学的理论体系 从整个经济学生死的角度来看 财政学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的形成与发展 跟经济学生死 基本上是重合的 1776年 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 这标志着经济学的诞生 而国富论的第五篇 沾门讨论的就是政府的收支 所以国富论的出版 既是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也是财政学诞生的标志 以后 经济学发展 经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 新古典理论 凯恩斯主义 新自由主义 这样几个主要的阶段 那么相应的 财政理论 也不断的发展和变化 从早期的小政府 到后来市场失灵 再到政府干预 从功能财政 到政府失灵 核心 都是围绕政府 如何恰当的 去发挥财政职能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 保持经济的稳定 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那么中国呢 是一个具有五千年 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 财政史有很多辉煌的记载 比方在礼记 在行子 在管子 在史记 这样一些典籍当中 都留下了丰富的 治国理财思想 历史上 也有很多著名的理财家 像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 汉代的桑红阳 唐代的阳延 宋代的王安石 明代的张居正 这样一些名城 都有大量的经典的财政改革案例 但是从实证科学的角度上讲 这些思想都不足以构成 系统的科学理论 更重要的 今天的中国的经济构成 与历史上的农根文明 有本质的区别 与其他自然和社会科学一样 所以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和财政学 也主要是从国外引进的理论 计划经济时期 我们的财政理论 主要是借鉴前苏联 改革开放以后 又恢复了从西方发达国家 引进市场经济理论和财政理论 现在国内编写的财政教材 主要参考的也就是欧美的教材 我们这本课程讲述的内容 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 财政基础理论 主要介绍的是政府跟市场的关系 以效率 公平和稳定为目标 从市场适临出发 探行政府的财政职能 以及它的实现途径 那么第二篇是财政支出 主要介绍的是财政支出的规模 结构 方式 支出效应 和支出依据 第三个部分 是财政收入 主要介绍的是政府 为支出筹资的方式 方法 以及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 第四篇 财政管理 主要介绍 预算管理 财政政策 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 财政分权 到这里 我们主要讲了两个问题 一个财政学研究什么 第二财政学主要有哪些内容 我们这几个到此为止